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价值 那么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眼里有活这个埋头苦干就是价值 那三十岁的时候有所长 能比别人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就是价值 马海杰 二十五岁 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 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硕士 大家好 我叫马海杰 今年二十五岁来自河北 我的本科跟硕士都毕业于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 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今天来到菲尼莫什的舞台 想寻求一个管理培训生的工作 以及公关有关的工作 那如果各位老师认为我的经历跟性格 更适合做其他的工作 我也会慎重考虑 谢谢大家 小康老师好 欢迎海杰 海杰是在澳洲待了 四年时间 四年 嗯 不是本科硕士吗 对 我是这样 当时是在那边先去读语言 十五周的语言 读完了之后 应该跟普通人一样直接进大一 那当时我们学校跟一个 这个昆士兰信息技术学院 有一个这个衔接课程 意思就是说 别人放假的时候你也去读书 如果半年之内 你把大一一年的课程全部通过 那直接可以进大学读大二 那我就节省了半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去了 而就会顺利通过了 所以直接去大学读的大二 那两年之后本科毕业了 读了一年的研究生 在澳洲的这段时间 有工作经历吗 嗯 有过各种打工的经历 比如 比如在这个餐厅做过服务生 卖过奶茶 去这个服装店做过Sales 那么最后一份工作 是在做的夜游的导游 夜游 对 因为这个 您比如说出国 它有白天的白游和夜游 我是做这个 哦 还这么分啊 对 夜游请生就仨项目 第一项目是乘搭游艇 在这个内海湾 四十分钟的游艇乘搭 第二个项目就是去这个 澳洲当地人家做参观 第三个项目就去餐厅游宵夜 今天来找工作 你要奔着旅游企业吗 我们今天有 哦 旅游企业 凤凰国旅 有 嗯 这样直说吧 跟您说我有两个企业 非常想去的 一个是 伊利诺伊 还有一个是 华语传媒 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也是 哪都不爱哪嘛 嗯 为什么 嗯 首先呢 我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希望丢掉 那所以这个伊利诺伊 应该有这个海外这一片 因为之前我也看过节目 那么这个公关是我一直非常想做的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跟经历 比如说与人沟通的能力 像带团遇到很多的这个状况 我可以根据这个自己沟通的能力去解决 嗯 海杰 哎 哎 我觉得很奇怪啊 你比如你学了这么多年的国际旅游和酒店管理 像我们今儿来了一个 跟你 跟你的专业完全对口的 立心的对口和他是完全对的 冬黄出境游你为什么不考虑他呢 他也是高端 我当然会考虑 当然会考虑 像旅游夜酒店也当然会考虑 所以说你就第一选择是符合你专业的 第二选择他是公关 是这样的意义吧 对 所以我得问一下 就是这个黄金海岸的一游导游啊 我知道的就是应该是 像你说的去带客人去 这个晚上去参观那个豪华游轮 嗯 出海 嗯 这个项目是个自费项目 对 那么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客人呢 毁于参半 有的时候特别好 有的时候特别不好 对 但是我问过不好的客人 不好的客人都说导游讲的不好 嗯 所以我想听听你 用你的生情并茂的来稍微的讲几句 你的这个项目好吗 好 那您啊 现在看的是这个 您来的黄金海岸 嗯 您不知道别的地方都没关系 那这个地方您一定得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黄金海的地标性建筑 这个叫什么呢 您看到这个建筑呢 名字叫做Q1 Q呢 就是昆士兰简称第一个大写字母 1呢 就是number one 第一高的意思 哦 姑娘姑娘 姑娘 它为什么那么高呢 这个 为什么那么高啊 诶 客人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性啊 是是是的 姑娘姑娘 为什么它那么高呢 这个 当初为什么那么高呢 给它弄呢 因为呢 我们这黄金海岸 它有非常这个美丽的海岸线 那建一个高层呢 可以 鸟看整个 整个城市 姑娘 三亚为什么不弄个那么高的呢 三亚呀 那还是跟人家城市规划有关系吧 那姑娘 你要是这么回答 我就不参加你后两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讲的不好 大概啊 感觉啊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第一轮选 好 不错啊 没有人离开 放心点了吧 轻松一些 自己的真实状态 好不好 来听听杜老师给的建议 好 那马海杰 你的表达能力 应该说相当强 相当强 特别能聊天 表达清晰 有条理 也自信 然后反应也快 但是你的沟通能力 并不强 表达和沟通 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还是过于销售导向 你在语言上 能很好地表达 对别人的尊重 但是行为上没有做到 为什么呢 你并没有真正关心过 你想要改变和说服的那个人 他到底是什么状态 你在整个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都没有这个环节 是 所以这其实也是做公关的大计 你要想这点上后面要多注意 好的 谢谢 谢谢杜老师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能聊和会聊是两回事 能聊的人一宿不停都可以 但是会聊的是什么 你听着他聊 哗哗就想和他聊起来 海杰有这些问题 来吧 天生问 继续提问 谁 那个小马 我想问一下 你带过一个非常难带的极品团 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是不是个个都像绍刚这样的 这个是 你说实话 没事 这个是呢 就是带团分两种 就好带跟不好带 那极品团就是这个三个小时之内 是连续非常难处理的情况 都会出现 我来在这一块再破猜一下 这个因为在我的眼里 没有极品的团体 只有极品的事故 那你要去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极品团的构成 以及他构成的环境 你认为最重要的和本质原因 在什么地方 是团出问题 还是你们的服务出问题 还是中间的其他客观环境 他呢 是这个白天导游 因为我就跟您直说 因为白天导游 他推项目 因为他是自费项目 当然越去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霍根是有导游 白天导游 因为白天导游 没跟他说清楚 说我的领队跟白天导游都不跟团 只是也有导游去带 所以他们一上车以后 就会觉得 我的导游呢 那你不是说就把我卖给你了 这种 但你发现这个苗头的时候 作为一个优秀的公关人 在这里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是安抚他们的 你怎么安抚 对你如何安抚的 这点我是选 因为极品团的构成 肯定是由你们几个导游 一连串的事故说 集结成的一个事件的链条 那么你应该在哪个环境 把它切断 到后面就把极品团 改成最优良的一个团体 这是你的 作为公关数字的人 应该具备了一个天然的负用 我就跟他们沟通 一共18个人都吵着要退团 那我经过我的沟通 12个人决定继续形成 但是有6个人 这个细节可以讲一下 那我就跟 因为他们就是说 那不是就卖给你了吗 就把这环节讲清楚就好 来 他会说 那我们这导游 不是就卖给你了吗 当时我就跟他说 那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夜游都是这样 白天有白天导游 我们晚上有晚上导游 我也很好 那这同时我在介绍我自己 那我是当地的这个留学生 让他呢 有一种感觉 我跟他白游 是不是一伙的这种关系 那让他呢 卸下这心房 不是一伙的 对 我其实 就是从一个团伙 流落到了另外一个团伙的手里 这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出在 不是你 你可能定一位是最好的环节 恰恰是最差的环节 你做玻璃 做切割 这是对一个 40岁以上的成年人 对你是减分的 公关的第一个是抢时间 但你发现危机苗头的时候 抢时间 第二个是给态度 而你这个给态度 恰恰给错了 一定要捆在一起给 代替白天的人道歉 承认错误 第三个就要给改革措施 第四个是给服务 最后一个给答案 刚才 刚才那个子健说到的这个 第二个环节特别重要 对 就你不能把自己给摘干净 那你你知道我要是那个团里面的人 我真的心里面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开玩笑 我好容易会手一团伙 是吧 晚上又来一团伙 你们这还不是一团伙的 明天还不知道又来什么团伙 对 明天又来什么团伙 把我们一拨一拨给养一养卖 其实在签课的时候 他这个最大的错误叫推卸 是的 来 12位做判断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权到了马海杰的手里 12位选择 进波离开 小庄离开 一新离开 沐岩离开 好不错 还是有八位留了下来 我们先听一听各位给的职位 来 华与传美子健 虽然你在公关这一块的知识能力很弱 但是我觉得兴趣是大于能力的 你只要在这方面有兴趣 回去赶快找资料去加功夫 我给你一个公关专业的实习岗位 来 尼娜 一孩租车 我觉得可以从资讯开始 因为你很有服务的这种意识 对 好的 来 向荣 因为你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 我们实际上将来会针对外国人在华的法力服务呢 我们有这么一个市场部 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样的跟你的专业相结合 来 伊利诺伊 我就给海杰的职位就是VIP高端客户的管理 其实说就高端客户的管理 来 文君 来自聚焦摄影 我为海杰提供的是渠道开发专员 渠道开发 来 我们来听一下刘峰 客户服务开始做起 所以 那么我这一块的话给的是那个售钱 品牌客户售钱服务 来 星泽 海杰 海杰我给你的职位是艺人的助理商务经纪 帮助艺人经营一些业务 还有承接一些活动 来 一搜 你还是蛮适合做一个公关专员这个职位的 我给你的是公关专员职位 就是要扩张我们一搜的品牌影响力 给我们争取最多的用户 八家 听一下杜老师的建议 杜老师不要赤裸裸 有个思考方向就好了 对 因为确实是选择很多 我们也会比较困扰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点 你未来的发展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历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还是更有潜力 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销售人员 所以应该更多关注 尤其是售钱的部分 因为售后可能你的优势 其实更多会在售钱这部分 公关呢 你肯定能做 公关其实是营销的一部分 它对人的其他的综合的背景 包括因为你很多 有很多年在海外 需要一点对整个回到这边的市场 同心适应的过程 适应的过程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 好 谢谢 思考一下海杰 没有人再给你任何的建议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六盏灯 哇 谢谢您 妮娜再见 笑容再见 谢谢您 再见 周杰再见 王熙再见 太欣再见 刘峰再见 留下来的二位不是好消息 你们俩注意 这孩子可宁 说了这么半天 怎么来的怎么走的 来的时候就想的这两家 最后留的还是这两家 宁啊 谈钱不上感情 那杜总您这边的薪资 几千四千吧 那您那包住吗 包住 好嘞 我还是给海杰稍微好一点的待遇 因为我确实觉得他挺可爱的 我给你五千包住 然后加奖金 好吗 来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华裔传媒 还是伊丽诺伊 还是跟二位说谢谢 再见 我选择一厘抹一 我来就是冲一厘抹一来的 那么而且这个石总也 给我这个机会 非常这个喜欢我 所以我觉得 我也很喜欢他 就是为了去他的公司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职快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部应单 为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在五八同城上 报名参加节目 本栏目由 补水专家水密码赞助播出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前程无忧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中国酒魂粉酒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推出了有意思的互动方式 登陆m.coyun.com 或者发短信 飞尼莫署到9513186 下载酷云TV客户端 免费互动 这里是乐巴薯片飞尼莫署 毕业于北风公园大学 商务幼女专业 参加工作至今一共七年半 我来参加飞尼莫署之前 已经都是做好一些功课了 主要是能多学好东西 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如果要让我排名的话 我把公司的品牌排在第一 我把公司的老板排在第二 我把星期大理排到最后 牛强29岁 北京人 北方工业大学 商务英语专业 大三 大家好 在座的12位BOSS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叫牛强 29岁 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 商务幼女专业 从事专业空流八年 曾就职于首都国际机场 某国企物流部 今天来到非你莫署这个舞台 希望能够谋求到一份 与物流相关的经理助理 或者总监助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欢迎牛强 你好 你好 双手冰凉 是 紧张 有点 空流就是空中物流 对 机场弄物流的 对 然后一干干了八年 挺稳定的 对 那怎么想起辞职不干了 主要是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后勤保证部门上班是从晚上八点 上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八点 也就是说有夜班 我们一个商务员工每年的夜班是90个 也就是说我上了将近700个夜班 所以也就是因为长期夜班的原因 作息生活不是很规律 朋友也聚不到一块 聚不到一块 有女朋友吗 有女朋友 女朋友能聚到一块吗 女朋友也是 反正聚少离多 我下班了回家人家睡觉 我睡觉的时候没准赶人家休息 好不容易胖上一天了 反正一个月能有那么六七天吧 就这个原因就辞职 少光老师刚才说夜班是一方面 第二一个是实际上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到 一个企业中的物流部去工作 因为我从事这个 我们这个空流行业实际上是相当专业的 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这么久 有一定的工作的经验 所以我希望能够到一个企业当中的物流部 差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物流 做物流是你的兴趣还是因为你擅长 我擅长 你擅长 那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呢 我的兴趣实际上 我最大的兴趣在工作当中 我其实自己有个兴奋点 就是当上级能够交给我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能够努力的完成它 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很满足 但是牛强我想问你 你是更喜欢跟人打交的 还是跟东西打交的 我觉得穆总这问题问的特别犀利 因为 犀利吗 你不考虑你以前的电线积累 不考虑电线积累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本能的 我们这个行业实际上更多接触的是货物 但是恰恰我比较是擅长于跟人打交道 又来一个 我想要加油 来捐一下杜老师 因为今天正好没有物流的这方面 小燕这边有 我有 其实我是库房最大 可是我刚才也没问也没说 是因为我觉得她那小身子板不行 太艰苦了 因为我们那个真的是家具都是大脚 不是 物流经理还得扛家具 不是 不是 我想说一句可以吗 我觉得我特别有吃苦奶酪的精神 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些商务员工实际上并不是像您想象的 在办公室里面坐吃深空 我们需要去现场去监装 去库区里面去负责配货 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需要穿三层秋裤 一层棉裤上庙国很多层大衣戴着帽子 戴着手套还不能戴一 戴两只需要戴一只 因为另外一只手需要肌肉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我现在其实苦恼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现在有物流经历 但是我就觉得他不称职 不称职在哪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些员工呢 就是好像没了他真不行 他请假一礼拜真找不着这货 第一的呀 所以我现在就希望从这个人质 变成真正系统 制度在管 而且从那里边能找得到 非常好 我再问一遍 小强 咱就是奔着物流来的 对 其他职位非物流的 不考虑 有一个老板说 小强我就喜欢你 我给你一个活动执行 再说一遍 你的态度是 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 跟不流有关系吗 尤其是互联网行业 咱们是更加 不考虑 清晰了吧 十二位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考虑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不考虑 有人 稍等 不用现在回答 让他受一下煎药 让他猜 先做一个选择 十二位 去或者留 选 打酱油 这个酱油打得太大了 对呀 这什么意思呀 来 天生我有才 先说一下 你先满足一下 姚进波 为什么互联网企业 完全不考虑 因为我觉得 自己对互联网 这一块不是很明白 甚至是根本不熟悉 对 那这样 我现在给你出个题 刚才小强说到 伊利诺伊 那货有时候 现在物流经理 一不在了 大家找不着 假设现在 他们那有新的家具 也有旧的家具 旧的家具里面 既包括他们收来的家具 也包括他们以前 积压的家具 就这么一个酷 康汤给了你了 说牛强啊 你用一个月 你给我弄个头绪出来 首先的话 我会把家具分成两类 这两类家具分别是 新家具跟旧家具 新家具 我可以采用 以编号的方式 比如说 以六位阿拉伯数字 但是六位阿拉伯数字 偏于五以上 比如说 新家具的编号 全是五多少多少多少开头的 旧家具的编号 全是一多少多少开头的 一直到四多少多少结尾 这样的话 能够分清楚 我的家具是新的 还是旧的 那么 十种一定会有库区 我把库区 划分成ABCD四个区域 ABCD四个区域 我要中间是控厂 我要中间能够 马放我自己的一切的运输设备 还有一些承载设备 那么四个库区分成 东西南北跟ABCD四个区域 其实小强我的问题 真的不在这儿 就是 你刚才说的 我们都有这系统 也已经都有条形麻 也已经都编了麻 现在最大的问题解决 就是仨字 责任心 就是你都做得好好的 完了他们不坚持 不按照这样的做 很快就乱了 因为你每天每时都在进得出 进得出 所以只要你有一个人 他不坚守原则 那你这个整个的盘存 假如这一天货仓里 三个人都没有按照这规矩做 其实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而且你要持续坚持的解决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盘存 你发现今天我没坚持 明天我没坚持 后天我没坚持 你收拾多整齐 只要有我 我都能给你搅和乱了 老张 昨天那事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呀 你把那个床头 为什么放在地区 我能找着吗 但是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这货必须要放在A区吗 我觉得你的那方法 根本就不对 但是我的这个方法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为什么你觉得不对 咱就这事咱得聊聊 那聊呗 那我就希望您在 明天的工作当中 能把这事给做好了 您看您也这么大岁数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 做管理者来说 还是有挺大问题的 因为这个交流过程中 完全是用自我的主观视角 你可能是对的 但是你完全是用主观视角 其实让员工接受 也许在那种领域说 你能够用强力 能够完成 你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也许可以 但是确实这种沟通交流 是很大问题 可能不是最好的 杜老师 我想解一下可以吗 实际上是这样的 因为像我们这些人 平常接触的一些 就是最基层的工人 我觉得石总应该了解 我跟他们大声说话 他们会跟我嚷嚷 我跟他们嚷嚷 他们会跟我骂街 我跟他们骂街 他们也就跟我动手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用的 那个方法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方法 我认为有效 我认为就可以了 好 这一样的 你也没有同样的方法 跟我这么讲的 好的 来各位 因为差不多 算是八年了专业人士 沐妍 放下话筒 如果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们企业能够提供什么职位 我这个问题 我真是蛮有兴趣的 好对象的企业 网络 弄一物流 我知道 他专门背心牙子的 三位 去或者流 选择 谢谢您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就是一次又一次 把自己树立成不靠谱 随意设立职位 特别拧巴的典型 非常好 来吧 我们万众期待 究竟百合网 我们 伊利诺 伊爱提供什么职位 提供什么职位 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现在非常想知道 百合网提供的 是一个什么 和物流有关的职位呢 谈前不上感情 史小姐 请您先稍微忍一忍 沐总 您先来 这样 我觉得 有些主持人 他过早的做出一些评价 因为他不了解我们的业务 是的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我们物流部门的经理 我们就开发了一个东西 就一个百合的 一个包装盒 里面有我们的一张会员卡 这个卡把号码输进去 就完成了付费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一本书 就关于这个恋爱择偶指导的一本书 那么这样一个礼盒 这个礼盒呢 我们现在是行政部门在管 后来发现这件我没法搞了 因为量太大 也不知道怎么去 包括这个库存啊 什么进货 有时候也退货呀 稍等一下 您那库里不就有两种货物吗 一种货物叫书 还有一种货物叫卡 像就一种在一个盒子里头 只有一种货物啊 那你们发愁愁什么呢 人家为什么要退货呢 一定是因为服务太糟糕了 不是不是 退货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有意思 你这叫行政部吧 不叫物流部吧 行政部门就可以演用了 我们原来现在用这个快递公司跟我们讲说 发现有的时候到前台说 我某某某百合网的服务 礼包 对方就不敢出来了 怕同事知道呢 自己买了百合网的产品 因为上互联网站 有些人觉得还是有点尴尬 确实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会存在一些退货的问题 你说一个企业做到什么程度呢 别人买了他们的产品之后会觉得可耻 羞于见人 这是什么企业和什么产品 来 小燕职位 小强我快快问你 家是住机场附近吗 我可以住机场附近 但别的地方也有家 我就给你提供物流总监助理的这个职位 请问牧总 您这边能给出的薪资待遇是 部门经理是7000 但是13个月的工资 7000 一年是13个月的工资 13个月的工资 每个月7000就发一种货 以后可能还会有 以后还会有货 也都打到那一个礼盒里 那想问您一下 您这个职位的上升空间大吗 一种货能大吗 你就这货送过去 对方都不敢收 石总您这边能给出个薪资待遇是 5500 你要是需要住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临时 比如一星期要加班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宿舍 您的那个库区是在 我们是在那个 不是在那个金港汽车公园那个地儿 知道了 没位置知道吧 天天路过 天天路过太好了 你想知道牧总他们在哪工作吗 不想 木总在 你万一我们还做婚礼呢 万一需要我们的服务呢 好的没问题 你是一个大气的老板 当他做婚礼 需要你们服务的时候 因为今天你们有这么好的沟通和交流 你会送 对不对 你会送 对不对 我送这个婚礼主持 我自己亲自主持 好 没有问题 要他 二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思考一下小强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百合网 还是伊利诺伊 还是谢谢再见 你看谁呢 女朋友在吗 哇 女朋友也在呢 欢迎女朋友 你长得好好看 让我们欢迎一下小强的女朋友 来 你好 来 我们少见的 有这个两个人一块选择的 但是你说完之后你就下去 有意见吗 有建议给他吗 我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心里应该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答案 现在让你假设 给你思问问题的机会 你的这个问题会提向沐总吗 可能不会了 太好了 好的 非常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张老师 糟糕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小强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应该是在今年 聚焦摄影送婚纱摄影是吧 我送他了 送了 谢谢聚焦摄影 太好了 看 今天好吧 找个工作 今天就干脆求婚得了 别来这套 别在这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找工作的平台 稍在手 弄了一套婚纱摄影 弄了一婚礼主持 当然要不要咱们再说 要一定要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百合网 还是 伊利诺伊 我选择伊利诺伊 静命成功的男士将获得 单独自然提供的 单独他能量 男士护肤里分一份 静命成功者 请向机会获得由 中国梦梦思来 提供的提供 提供兴奋 梦想助理提供 Jersey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吧 就是把自己该说的 跟自己知道的 基本上都已经给大家清楚了 希望今后去了 石总的企业 能够在业在利更加努力 鉴于沐沿无端地 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 所以 下一位 我是已经下岗职工 然后下岗了以后 开过美容院 培训过学员 现在从事羽毛秀研究 当你把这个执着 看成一个优点的时候 它可能 你以后真的成功了 它是优点 你可能做到一半 你做不下去了 你这个执着创到南墙 它创出卷了 那就是缺点 一根精 崔燕明 37岁 内蒙松辽人 中学学历 大家好 我叫崔燕明 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 我非常喜欢羽毛 我可以用羽毛绣成山水 风景 人物等各种图案 还能用羽毛绣桌 羽毛绣地毯 羽毛绣床垫 等日用品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平台 我想寻求一份 创意设计的工作 请各位老板 多多指教 你好 燕明 你这个爱好 听得都邪性 是 人家说我是疯子 不许听 你这也太直接了 我习惯了 人家都说完了 羽毛什么玩儿 对 这是什么 怎么想起来弄羽毛 是什么 弄羽毛吧 其实是因为美容院 我父亲过世了以后 就是心情不好嘛 然后我妈妈身体也不好 然后就回到了郊区 美容院就给对出去 家在葫芦岛 然后就在郊区 就以前做过一个美容院 对 因为家里面的变故 对 心情也不好 把美容院给对出去了 对 然后就在那个郊区养了点鸡 就看着那个支付精嘛 不是说养那个下绿皮蛋的雾鸡 开完美容院养雾鸡 弄了个养鸡场 对 养了多少鸡啊 鸡倒没养多少 二百多只 二百多只 然后死的差不多了 就剩那几个 黑不出球的 在那个院里来回溜的 然后这鸡死了 天天闲着没事 每天院里院外溜的 都合去 羽毛能不能给它 修成画能不能好看呢 就是 你就开始在死鸡身上 薅毛啊 没干那事 那死鸡那毛身上 它薅不了 因为它都小啊 那毛不能用 然后呢 然后我妈说 那你就试试呗 就这样 然后我就合计 那就试试就试试吧 一开始啊 我是弄的那个 黑色那鸡毛 弄出来以后啊 那恐惧 那个凤凰那个尾巴 不是很长的那个大尾巴 我就学嘛 我说这啥玩意儿 能修出来 那么长那大尾巴 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窗户 我一瞅我们家 外边还有一个大黑 大公鸡 中午的时候 那个黑鸡那个尾巴 它上面 让太阳阳光一晒 它闪的那个绿光 真好看 然后你最后就想办法 逮着这只黑鸡 薅了它的蚁部上的毛 高剪着脚 薅它不疼吗 高剪着脚 剪下来 把这鸡毛剪下来之后 就开始作画 大家别老喝喝乐 一听说好鸡毛作画 听着跟玩一样 是吧 给你们看看 08年做到现在 人家拿鸡毛做出来的 现在做出来的作品 来 看到了吗 这个人的大公鸡的毛啊 全是鸡毛 这个现在不是大公鸡 告诉你 这是黑鸡 黑鸡 这是经过这么多年 技术成熟了 对不对 大家看 全是鸡毛 头也是啊 对 头也是鸡毛 全都是鸡毛 全都是鸡毛 闪光的是什么 挺好的 闪光的是什么东西 哪个闪光的 一点点 闪光的是假钻 假钻 对 背景呢 背景是拿什么做的 背景是花 背景底部上就有 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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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做这么一个鸡毛画 怎么那么难听啊 能有更好听的说法吗 羽毛秀 粪毛 粪毛 羽毛秀 这是我们做的 专门给非你莫属节目做的 这是述我们的 对啊 这是写着非你莫属 这是专门给节目的做的 哇 我是一个俗人 每个人都有吗 可以 太俗了 我是个俗人啊 就这个市场卖多少钱 这个市场成品两千多 成品得两千多 套件两百多 就 还有套件呢 对啊 就是有那个套件 有这个样 你回家可以自己沾着 对 可以自己 可以 可以DIY 是吧 对对对 但你这个 现在已经成系统了 是吧 对 有多少人在做这个事啊 六个小分厂 一百多人嘛 挺好的嘛 你来这找什么工作啊 这是一个多有前途的职业啊 我想确定一下 你是来找工作的 还是来招人的 我现在什么情况呢 我有妹妹 我这个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交给我妹妹 本身我文化不高 我就想出来和大家学习 学习 所以 念平你今天说 刚才上来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说你想找一份产品 设计的工作 对 就是那个 我就想把这蚁毛 用在各方面 其他工作在考虑范围吗 其他工作不在考虑 不考虑 比方说互联网 互联网行业在你的考虑范围吗 互联网不在 不考虑范围 不在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用你的羽毛绣 比如说我们的logo 地板上这个 不不不 可以用羽毛绣出来 羽毛我觉得特别好 你把58这个 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这个图形绣出来之后 挺好的 但是这是活 下来之后 金波 你找他们 定制一下 定制一下 可以 谈钱啊 别客气啊 不能免费啊 比如说百合网 百合网 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盒子 它里面 目前装了一个卡 还有一本书 在盒子里面 如果在盒子里面 放一个小 不是 那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 鸡毛信 来来来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靠谱 那个 那个 想没想过 就是把羽毛和婚纱 礼服 一直DIY的头饰 要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 注意 注意 我们是发工作的 不是发活的 各位时间的原因 我们第一轮 暂时到这 大家先做一个态度的判断 一会儿即使灭了灯 大家仍然可以 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燕鸣 你现在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 你也知道是讲工作 我特别愿意 你和他们有项目的合作 但是项目的合作不是工作 工作是你是人企业的员工 你明白这之间的区别吧 燕鸣 对吧 你也是老板 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对不对 来 选择 非常好 稍等一下 小燕离开了 来 小燕 为什么 我觉得他专门做跟羽毛粘边的设计 就不让 就让我怀疑 他的动机真的不是来找工作 因为我觉得你做创意设计 为什么非要跟羽毛粘边呢 对吧 那我们不是所有东西都跟羽毛粘边 再由 我也是从商业的角度看 我不认为他非常商业 因为他是非常窄的一个 一个 你想想每个人都用羽毛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窄的一个路 但是 不够商业 但是不排除下面 你们可以聊 当然 当然 我就是想的是我下面可能会跟他合作 我觉得他的画就不错 是的 可以在我这卖 但是呢 我不需要这样的创意设计 明白了 现在场上有三位在 天生我有 向荣刚才想说什么 因为这个叶明啊 他本身是个创业者 而且我觉得他做的很成功 这一次到这个舞台上来求职 我不知道他那个心态 是什么心态 对 能不能搞定 因为他到一个企业去 他要按照一个企业的目标 去专程 去服从 去执行 而他是一个创业者的心态 对 这个你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您不用担心 一个是本身 我的销售模式和在座的各位的销售模式都不一样 我们是以DIY为主 就是说这个产品 我把羽毛材料都装到一起 他就可以销售了 和你们 我给你们设计的那个东西出的肯定是成品 成品和他和这个DIY 他本身就是两个层面的 我问一个那个成本的问你 那个靠店 你是是有机器来生产的 还是说是 人工的 人工的 手工的 人工作那你售价才几十块钱 那不是 我售售出的是DIY 就是说里边羽毛布 装到一起就销售了 并不是说我绣成的那个成品 绣成成品要卖多少钱 绣成的那个成品要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几百块 你问这些木炎啊 你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你真的能够给提供工作吗 我是有一个项目 就是不是项目了 其实是一个 我再说一遍啊各位 如果你们提供的是项目 我希望大家离开 稍高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聚焦的话 真能为他提供一个跟羽毛相关的工作 确确实实 因为聚焦摄影的话 有专门的研发部 饰品 礼服的研发部 需要DIY 但羽毛呢 确确实实呢跟我们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我为他留灯 但我真的是想 再次确定 你真的做好了一个 做一个普通秧工 进入公司的这么一个决定了吗 对我做好了 其实我之所以出来找工作 是因为有点累 想就专门研究这个羽毛 然后 就是说 做这么些年了 就是累了 想专门玩这羽毛 就这一个概念 好嘞 说清了 三位 去或者留 该走走啊 选择 谢谢姚进波 啊 谢谢 交友羽毛 又出现了 我们很关注 搞对象的时候 怎么用羽毛 谈钱不上感情 因为百合网是一个全国性的婚恋网站 就我们每一年牵手成功的情侣 超过一百万 但你今天启发我了 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产品呢 是这个情侣夫妻两个人的头发 它有一个设备 就把它做成这个人造钻石 然后反过来讲 我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不叫羽毛化 叫情侣青丝化 就是把他们的头发 取一部分 哇 然后呢 做成一种图案 那人家刚才就说要羽毛 人家就说要羽毛 头发需要染色吗 需要 需要染色 这个我可以做 对 需要染色 需要去公益 然后需要去设计图案 而且是个性化 把两个人结婚了 头发剪一束给你 木总 又在阴人设岗 又在阴人设岗 因为我们有那个头发做人造钻石的那个东西 那你给的岗位叫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事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画 叫什么呀 就产品设计师啊 产品设计师 明白了 这回改薅头发了 不是薅雨薄了 木源 我这边倒是有个提议 你可以让情侣一起养一只鸡 养大了以后再来做鸡毛设计 非常好 刘宝 这个题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不是 这个感觉还不一样 因为养一只鸡呢 那毕竟不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可以 够多了 你说的非常清楚了 我们来听一个正经工作 来 聚焦摄影 是这样 我提供的是礼服饰品研发师 礼服饰品研发师 对 薪资的话 因为是从事这种设计工作的话 不会低 底薪的话应该是在8000起 8000起 好的 谢谢 我们的工资是一样的 8000 好 沐妍 行 跟我们宁着干 因人设稿还给8000 我不是说你不值这数 想一下 燕鸣 一定要把几件事情区分开 工作 项目 合作 要区分开 当然如果你心里笃定 燕鸣我特别支持你 因为我喜欢你的这个创作 但是是不是这是自己最真实的选择 想清楚 燕鸣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聚焦摄影 还是百合网 还是谢谢 再见 我选择聚焦摄影 定命成功的女士将获得单字集团提供的水密码补水 布布里和一份 因为那个婚纱是我一直想做的 而且那个羽毛对于我们来说 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它会是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 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职快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 科学部应单位 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在五八同城上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前程无忧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中国酒婚粉酒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非你莫属的官方网站 已经正式上线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独家视频 欢迎分享 应聘成功者将获得 由中国梦孟之兰提供的 职场新生涯的梦想助力基金 中国梦孟之兰 祝福每一位求职者的明天 海阔天空 感谢补水专家 水密码的赞助播出 移动联通 电信用户都可以编辑A7 加留言或者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应聘者就是您 我们推出了有意思的互动方式 登陆M.酷云.com 或者发短信 飞机莫属到9513186 下载酷云TV客户端 免费互动 罗巴主片飞机莫属 下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